習近平防港第二天戒備森嚴 警方出動新裝甲車劍齒虎和反恐特勤隊 在灣仔會戰中心巡邏 習近平出席香港新特首李家超的就職典禮 李家超聲稱 實施香港國安法後 香港已恢復秩序 完善選舉制度 而實際上國安法讓香港不同意見消失 許多人入獄或被迫離開香港 據統計近三年有10萬多港人出走 更多港人申請移民 2019年為守護香港的自由民主 數百萬港人持續上街遊行反送中 時任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強硬鎮壓 港府隨後實施《香港國安法》 以此為由逮捕數十名媒體及民主人士 在學校引入所謂愛國課程並修改選舉法 將民主人士排除在立法會等民意機構之外 推了去一個我們很不想去的位置 變了?不是就是 你無可反應的就是香港輝煌時代過了 真是衰些說了 對不起 就是輝煌時代過了 但是我希望2047年的香港 我想是我想見到的香港 我想是一個美麗的香港 我想是一個有自由的香港 有民主社會 有法治的香港 在高壓統治下的香港民眾 盼望流亡海外的港人能堅持下去 繼續為香港爭取民主自由 希望其他世界國家繼續可以 其他香港人繼續打贏這個國際線 可以令到其他國際的人都會看到 現在香港發生什麼事 週五下午 習近平夫婦乘坐高鐵返回大陸 結束訪問 當天 香港天文台發出 8號東南裂風或暴風信號 浮龍颱風持續增強 將出現大暴雨及猛烈陣風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李梅 林明迪綜合報導